北京时间今天20时59分将迎来小满节气 夜来南风起 小麦富农黄 这一时节 麦类等下熟作物 灌浆乳熟 子粒变得饱满 小满到芒种 是一年之中农市最繁忙的阶段之一 各地夏粮开始陆续收获 夏粮是我国全年第一季成熟的粮食 产量占全年粮食的20%以上 其中绝大部分是冬小麦 今年11个东小麦主产省份面积稳中有增 小麦涨势总体好于长年 奠定了丰收的基础 产量占全国八成以上的黄淮海卖区 眼下小麦还没有大面积收获 但加工市场 农机市场 交易市场已经忙碌起来 主产区迎丰收 我们先到全国小麦第一大省河南去看一看 河南地处黄淮海平原 常年小麦播种面积8500万亩以上 位居全国第一 从地理条件来看 河南全省地势西高东低 是以大范围农业种植的平原及盆地面积达9.3万平方公里 为小麦的大面积耕种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从气候来看 河南位于我国中部 充足的光热资源为小麦种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同时 黄河 淮河 海河等水系也为农业灌溉提供了保障 让河南成为当之无愧的小麦之乡 产量占全国小麦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 眼下 河南麦田正处在大规模收割前的瓶颈之中 但围绕新粮上市 从农民 合作社到加工企业都早已经活跃起来 今年有哪些新电话 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随着卖收临近 洛河市五阳县的这家面粉加工企业已经忙碌了起来 首先是要把我们的仓库内部给清理干净 然后像那个地龙的铺设呀 以及我们相关的化验检测的这些粮食设备 要提前做好保养 以及呢就是我们相应的这个粮机和小麦运输车辆 要提前准备好 杨帅告诉记者 他感受到今年最大的变化是优质小麦的计划收除量多了 往年是1.8万吨 今年可能超过4万吨 由于单品种优质小麦需要专收专储 因此他要腾出更多的独立仓库和专用车辆 让小麦不混杂 保证纯度 为啥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主要是得益于食品加工企业对面粉多元化的这种需求 特别是近两年 你看像很多网红的小食品呢 像烤面紧 小油条 以及会面 包括一些素中水饺呢 他们需求的面粉不一样 因此呢我们需要更多不同的优质小麦作为原料 去生产这种适合食品加工企业所需求的这些面粉 河南不仅是小麦生产大省也是小麦加工大省生产了全国三分之一的方便面 四分之一的馒头五分之三的汤圆十分之七的水饺 洛河是河南重要的小麦加工极具地之一 今年这里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达到237家 比去年增加了40家 再加上这些企业每年都在推出新品 因此作为主要原料的优质小麦粉的需求呈现增长趋势 以杨帅所在的面粉厂为例 他们对接28家食品生产企业的个性化面粉订单需求 根据这些需求又转化为具体的七个优质小麦品种 再通过适当提高收购价引导与面粉厂合作的53家合作社进行订单种植 就这样产业链下游月饼虾片沙奇马辣条等新品的需求 就转化为了产业链上游的七个小麦品种 在洛河这样的小麦全产业链联合体已经有七个 而为了保障收储的优质小麦品质和产量 能够稳定达标 联合体也引入了社会化服务组织 进行统一工种统一管理 首先你看这个大田它那个是比较整齐的 这个整齐首先一点就是品种比较统一 因为植株高度都一样 这个小麦的子粒饱满度是非常好的 碎也比较大 然后你看那个小麦子粒也是比较多 这个产量应该是在12300斤以上吧 记者看到与统一管理的地块不同 普通种植模式的地块由于管理粗放 不同品种混杂种植 小麦个头高矮 参差不齐 品质也达不到专用面粉的加工需求 近年来通过全产业链的带动 洛河不断引导重粮大户通过标准化 种植优质品种来实现增产增收 记者了解到今年洛河市的优质 专用小麦面积达到126.89万亩 占当地小麦面积的53.3% 占比区河南全省第一 这几天河南小麦已经进入灌江后期 预计本月25号左右大面积开连收获 卖收将持续到6月15号左右 在短短20天左右的时间里 如何确保8500多万亩丰收到手 颗粒归仓 我们来听一下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怎么说 今年是我国小麦单产提升行动的第一年 河南省以提高小麦单产为主攻方向 推动粮田 粮种 粮法 粮机 粮制 五粮融合 同时在高标准农田建成区 集中打造700万亩小麦高产示范区 集成推广高产技术 助劳丰收基础 三下期间 河南计划投入农机400万台套以上 其中联合收割机20万台套 履带式收割机3万台套 制定处在三下筑农会农事项政策 跨区作业集见实行免费通行 在重年区域 竹杆岛路口设立节带服务站四百个 为跨区作业提供服务保障 三下开之后 我们还将通过服务平台 为农机收提供技术作业前期预报等信息服务 针对近期极端天气造成的个别导服地块 河南以第一时间制定补救措施 下派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指导 通过喷湿 磷酸 二氢甲溶液等 促进小麦灌浆 最大限度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同时 为预防收获期间极端天气影响 河南还支持各类经营主体 加快建设粮食烘干设施 目前已建成烘干设施580台 新增日烘干能力3.7万吨 在串生检设313个 聘机良用的区域农机服务中期 区域16个农机应激作业服务队 一旦出现隐喻甜气 对乘熟酵梅进行枪手 说到小麦 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是黄色的 但是小麦的颜色其实不止一种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农学博士 去认识一下高颜值有内涵的多彩小麦 大家好 在我右手边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彩色小麦 从外观上来看 它跟我左手边的普通小麦 是不是差不多 但是呢 它的紫粒的颜色 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黄橙橙 来凑近点 看这是红色 够特别吧 这还有绿色的 您可别以为人家是碗熟小麦 其实呢 它已经进入了灌江期 再有20天就能收获了 这些就是我们通过 物理又变 化学又变 圆圆杂交等一系列 育种方法 选育出的适合规模化 种植的彩色小麦新品种 因为富含花青素 所以才会在肿皮上 显现出不同的色彩 为什么要研究彩色小麦呢 我们看上的可不是它的花架子 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 氨基酸 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含量 均高于普通小麦 拥有让人吃好 吃健康的潜质 用它制作的这些面条 麦片 看上去还是传统食品的样子 但已经有了保健食品的功能 说它颜值高 有内涵 可一点也不为过